TVB Pearl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Bhutongwa 各位好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启德启情村谋杀及枪击案 警方继续封锁出事的楼层调查 有住客表示 曾经和疑犯搭过同一部电梯 星期六晚也目睹 21楼男住客中枪之后的情况 政府明天会为受影响的居民 提供情绪辅导支援 在乐情楼21楼凶案现场 电梯口的地下仍然有粉笔的痕迹 相信是43岁料性的难洗者遇害的地方 他的亲人中午到现场拜祭 有同一层住客说 星期六晚坐电梯回家 看到有人倒卧在电梯口 真的没有反应 然后站起来一点 看真一点 发觉左边的胸口 有两点红色的 没什么血 有火药那种爆开的那种 又看到地下有三粒的蛋壳 他又表示对住在十楼的疑犯有印象 星期六的谋杀案发生后 警方通宵调查 锁定十楼一个单位 星期天和姓李的50岁疑犯 在过道波火 又出动飞虎队 最后一犯在屋内吞枪自杀 宜中住的楼层早上仍然封锁 连通往十楼的梯间 也有警员拉起封锁线 中案组上楼调查 带走一批证物 住在一犯斜对面单位的住客说 枪战的时候 全家都在屋内 我们十点十个字已经吵了 已经在门口吵了 三下枪声 当时警察打给你 跟你说什么 叫我们不要出街 关闭了房门 在门口枪战 你觉得是否应该叫你们先离 都不是的 你被人劫持就更惨 应该做得对的 在家里就最安全了 但有没有见到弹洞 有啊有啊 我们对面门口就有 对面有弹洞 政府表示会对情绪感到困扰的乐情楼居民提供辅导资源 会在明日尽早的时间 是会举行这个居民的简部会 也都会有社会福利处的临重心理学家 和社工呢 会是去做一些的辅导的工作 情绪辅导工作 那所以呢 有需要的居民呢 我们会尽快就会提供这个援助 副业保安公司特别加派保安 来到乐情楼的两个出入口住手 避免非住户的人士进入大厦 无线电视记者郭立廷报道 酒吧去年年底申请加价4.3% 交通咨询委员会已经进行讨论 正等待行政会审批 酒吧重申营运环境困难 希望加价来收回成本 人工的升幅 通胀 还有就是整体巴士的营运 其实那个费用都是上升了很多的 我们当然都希望就是说 行会作出审批之后 我们能够尽快来到实施新的费用 希望来到减少那个亏损 物价指数各样东西 还有人工的工资调整的升幅 其实我们会看到 就是根据那个方程式 其实应该是大概去到4.2% 但是我们都会看回 到时他们审批出来的数据是多少 我们就会作出相应的 来到安排去尽快执行 酒吧又表示 会留意港铁提供的票价优惠方案 会否改变乘客的乘车模式 再做出应变 反对占领中环的团体争议联盟 十多名成员下午在旺角举行宣誓仪式 成立纠察救生队 一旦发生战中 会到场呼吁有关人士离开 我们会照顾那些参与占中的人士 在整个政改的咨询过程里面 无论我们香港特区政府也好 或者是中央那方面也好 都是希望尽量可以和香港 不同的界别进行沟通 所以在现阶段 在那个咨询的过程刚刚完了 我们政府仍然是在做报告的时候 是不会存在一些所谓的一锤定音 着重的我们大家关心的 就是怎样去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有一个有效的沟通 从而是令到是找到一个方案 或者建议是香港的市民 和中央或者各界都认为可以接受得到 和也都可以有机会 是拿到立法会三分之二 或以上的议员的支持 而对于占领中环行动 本月22日就政改方案 举行电子投票 袁国强指是否投票交由市民来决定 重申在咨询过程中政府非常尊重民意 但也要兼顾基本法条文 一名心脏病患者 去年在马加烈医院刘一时死亡 家属指当时一部接拨死者身上的仪器没电 怀疑涉及失误 事隔半年院方未交代 家属就质疑医管局隐瞒 48岁的张太太去年11月因胸口痛 在人际医院做了心脏手术 在转送马加烈医院心脏科病房 留意第二天死亡 张先生说 妻子留院时曾昏迷 医生急救时 一部接拨张太太体内协助蹦血的 主动脉内气球帮普的屏幕没了画面 他质疑令妻子失救 任何人在手术后48小时内死亡 要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 但医院事发后第六天才将个案转接交给死因庭跟进 张先生认为院方有意隐瞒 马加烈医院回应指张太太留院时曾昏迷以及心脏停顿 当职医生及人际医院医生到场抢救 在转送身窃治疗部 期间医护发现 协助蹦血仪器的显示屏关闭 立即更换基建 负责蹦气的基建则运作正常 认为没有影响治疗 至于为何没有及时转接死因庭 院方说身窃治疗部的医生 没有考虑张太太的治疗属于主要手术 所以没能及时转接 政府表示医管局已就仪器故障调查 明显院方是有一个延迟了通报给死因庭这件事 不过他们后来都补回做这个工作 医护人员要看着那个泵的操作 是不能够知道直接看到里面是怎么样的 他要靠表面有个视频 视频就显示它停止了 后来公司的报告就指出这个视频坏了 就不是那个泵坏了 他指要有死因庭研究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无线电视记者孙飞报道 油妈地有路人被旅游巴撞倒 情况危殆 司机涉嫌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受伤被捕 现场是广东道及左蹲道交界 由观众提供的片段见到 一名男子被困旅游巴车底 多名消防员尝试拯救 他的脚步受伤送去伊丽莎博医院 事发在中午 一辆旅游巴由左蹲道转入广东道时 撞到一名正过马路的77岁男子 司机获准保释后查 警方在天水围拘捕一名男子 搜获价值约22万元的毒品 被捕男子31岁 凌晨2点多 由警员押回秀茂坪宝达村的住所搜查 警方晚上在天水围天药村 截查涉案男子 在他的环保袋中搜出约2公斤 组称K仔的六岸桶 并将他拘捕 日本传媒报道 即将在比利时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联合宣言会点名批评中国在南海 单方面用实力改变现状 分析认为 做法显示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正在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网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英德法 意大利及加拿大七国集团领袖 本周四和周五将其及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日本新闻网引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将会在峰会上联合动议 批评和谴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并写入七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宣言 并首次点名批评中国在南海 单方面用实力改变现状 要求中国自我克制 避免影响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传媒分析认为 做法显示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正在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网 安倍在刚结束的亚洲安全保障会议上 呼吁国际社会和东盟各国 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单方面改变现状 有评论认为 安倍希望借宣言延续他的主张 获塔利班释放的美军贝里达尔 抵达德国一间美军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美国传媒指 政府用作交换贝里达尔自由的 五名塔利班囚犯是危险人物 威胁美国的安全 成功领28岁士兵贝里达尔获释 但美国政府的做法惹起争议 因为作为交换的并不是普通的塔利班成员 美国传媒引述维基解密披露的 美国外交电文指 这五人曾是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核心成员 一直与阿尔盖达前领袖拉登有联系 当中法奇被指要为1998至2001年间 阿富汗数千名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被杀负责 努力是塔利班武装高层司令 曾被联合国以战争罪行通缉 瓦西克就是塔利班情报部门高层 是联系其他伊斯兰组织的中心人物 五人在2002年收监 被评为中度至高度危险人物 有机会威胁美国和盟友的安全 他们目前已被送到卡塔尔 暂时由卡塔尔政府看管 一年内禁止离境 另一个争议则是 美国政府这次交换囚犯钱 并没有按规定向国会通报 也被质疑违反部与恐怖分子谈判原则 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解释 这次是令战俘获释的正常程序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则称 情况危急 如果没及时救出为国服役的士兵 将有为美国的信念 无线电视记者孙飞报道 南韩一名大学教授致函国际足协 指日本国家队球衣上 有象征军国主义的续日期图案 要求停用 引来争议的球衣 日本队将在世界杯决赛周比赛时穿 球衣的左边有类似11道光珠的图案 南韩一间大学教授 指图案是象征军国主义的续日期 设计违反了国际足协 禁止宣扬政治信息的规定 写信去国际足协要求删除图案 设计球衣的公司就回应 11道光珠只是代表在球场上比赛的11名球员 并无政治含义 今天是端午节 本港多区都有龙州进度活动 酷热天气警告下 龙州进而决战沙田城门河 这里有23场赛事 过百支队伍 角逐中龙 小龙 凤婷等杯赛殊荣 华龙州要花力气 男士声势浩大 女士也毫不输入 不少市民来到城门河办观赏龙州赛事 天气又热又晒 他们都带了伞和小风扇以防中暑 而西贡的龙州进度就有自闭症 智障人士与健全人士一起做赛 无性电视记者黄德兰报道 新闻报告完了 谢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回到这里 请回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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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好 接下来是一节财经消息 香港及内地股市今天假期休市 日本等亚太区市场则向好 内地制造业活动的扩张速度 升至五个月来最快 带动投资气氛 内地制造业连续三个月改善 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由4月的50.4 进一步升至上月的50.8的五个月高位 当中新淨单指数更加创半年新高 数据表现较预期强劲 带动亚太区主要股市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2% 创近两个月收市新高 有证券界预期将有利港股假期后的表现 内地方面也公布一些数据 开始见到那个转差的情况 有机会将一步改善 还有在政策面来说 也都慢慢有正向的微调